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宣讲《入菩萨心论》 《入菩萨心论》当中现在正在宣说 必定随顺他众 在课判当中 要了解这个问题 在颂词里是 今天所讲的内容 讲这个颂词 这个颂词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赞叹他众 随喜他众的功德 要演说别人所讲的这些妙语 这样如是行持的人 他人的一切善心 也成了自己欢喜的因 所以这种欢喜 实在是难能可贵 用金钱来买 就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应该 依靠他人的功德 或者是他人自他的欢喜心来 让自己也是随喜 享受随喜的快乐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里我们可能 有几种解释方法吧 但这里一般来讲 我们在大乘修学的过程当中 所作所为都是应该 让自他生起欢喜的因 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 比如说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人 他的一切作为 一切行为 都是自己欢喜的一种因 而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来讲 应该说是 所作所为让众生欢喜的因 那么一旦我们在 修学过程当中 众生他自己的福报 而现前享受快乐 或者说通过我的行为 让众生快乐 那么这就是 我们作为大乘行者来讲 是极为快乐的事情 极为欢喜的事情 这种快乐一般来讲 用世间的任何财宝 任何金融财宝来 难以买到的 应该用这方面来可以解释 或者说我们自他的行为 应该经常处于这一种欢喜快乐 这样的心态当中 而不应该 始终都是心里 称着一些嫉妒心 嗓恨心 或者不愉快的心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住在世间当中 如果心里有一份欢喜 那么这种欢喜 任何外面的物质 不能代替的 比如说世间上的人 外面的物质条件上面 什么样样都齐全 但是你内心当中 没有自在 没有快乐 没有调伏的话 那外境的这些作用 对你来讲是 可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萨迦班智达 也是在有关教言当中说 所谓的执著少欲 最殊胜的一种快乐 因此我们在这里 应该这样想 从内心当中的快乐 任何物质也是没办法代替的 世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以前在古代有两位兄弟 经常到山上去看菜 看菜的过程当中 有一次看见 就是有一个老虎正在 准备吞食一位老人 然后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老人已经救出来 救出来了以后 原来没有想到 这位老人实际上是山神 山里面的神 然后这个山神为了感谢他们 说你们两兄弟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都可以想办法 可以提供给你们 后来这个大的儿子 他认为 害怕以后在自己生活当中 缺一些金钱 他说说 我需要财富 后来老人给他 给一个金戒子 实际上借住任何一个石头 马上变成黄金 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后来他回来之后 的的确确也是享受了很多 买房子 娶妻 还有享受各式各样的一些财富 都该有的 已经拥有了 但是没有想到他的 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有时候为了保护财产 有时候为了财产的纠纷等等 他一生当中的这种痛苦 一直是戒量不断的 然后这个小兄弟 他没有希求 他说 我只要过得很平凡 很快乐就可以了 但是老人给他一个 好像风铃吧 然后他每一次 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用上这个 就会快乐的 后来那个小兄弟 虽然生活很简单 但是他的生活 就过得非常的快乐 一生当中过得非常的快乐 所以我们现在 尤其是学佛的人 应该是 从内心的这种境界 真正的快乐当然是 修法当中获得了一些境界 这就是任何一个世间的快乐 可能没有办法比的 比如说 我们从内心当中真的 已经生起了菩提心 生起菩提心以后 因为自我的控制 约束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自己没有什么 想要达到一个目标 只要众生快乐 我就进行尽力 因此自相续当中的 这种痛苦越来越坚持 而且享受的快乐 越来越增多 会有这样的 那么当然比这个 还更殊胜的一些境界 大受盈 大圆满 一些修法当中 真正的一些境界 就出现了 真正的无形已经有的话 那他的快乐 也是任何我们世间的物质 也没办法代替的 就像米拉日巴尊者 他不管是在山洞里面 还是在运游到各个地方 他这种乐术 这种决术 谁也没办法比的 就像我们以前的 无国王宗家的传记 还有一些高僧大德的 像罗亲辞 他们的传记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获得了修行一定境界的 这个人的这种快乐 的确是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就没办法比的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吃得很好 穿得很好 身体没有什么病的时候 哎 今天我们过得很快乐 吃得很好 如何如何 很多人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这种快乐 的的确确并不是最究竟的快乐 应该最究竟的快乐 就是我们相续当中 有了修行的境界 能自他交换的这种境界 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心的快乐 不断地增上的话 那么对自己的生活 越来越有意义的 这一点不但是在 我们佛教的这些道理当中也宣说 现代的一些医学和生理学 他们也是承认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人的身体跟心灵 不相作用于被作用的关系 一旦我的心经常过得特别快乐 那么身体不容易碎落 身体应该体现有些年轻的相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病 这样反而反过来 对心灵也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们世间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噢 这个人可能心里有一些痛苦 这几年当中老得那么快 马上都知道 有些人虽然过了很长时间 我原来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当时我讲了 我的一个同学的确是一方面 他心里对单位 家庭什么都不太执着 经常祈祷三宝以外 没有什么别的 几十年当中 好像他越来越年轻一样 没有出现睡老的过程 当时我觉得特别精切 但没有想到的 后来他比我还前面 已经离开了人世 所以有时候 虽然过得很年轻 但是在年轻的形象当中 有突然离世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 但是我们始终都是 应该要这样了解到 作为修行人 尤其是心里面 没有必要这样小小的一些事情 经常挂在心头 经常担心 这样以后实际上 对自己修行的境界也是不利 再加上处理一些事情 越来越多的挂念担心 实际上不一定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为了自己的长寿健康 那么应该自己也是经常开心 以前莎士比亚 也是这样说的 快乐的人获得长寿 获得应该很长久 快乐的人 经常处于一种快乐的状态 那么获得很长久 从佛教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有关毗奈耶以前的 有些教理当中 我们人过得相当快乐 一定会有这种境界 有这种境界 所以我们在这里 依靠他人的这种功德 应该享受自己的快乐 应该享受随喜的快乐 比如说 我们看见别人闻思修行 或者有财富 有地位 有名声 在那个时候 心里面不应该产生一些嫉妒心 嗔恨心 有嫉妒心的人 别人比如说当威乐舌 他就唱得特别好的时候 心里都特别不高兴 马上关上录音机 也有这种情况 因为嫉妒心太强 听到别人唱得那么好听 所以我现在实在是不愿意听 也有这样的 然后有嗔恨心比较重的人 看见别人发财了 看见别人胜观的时候 那自己出现自杀的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应该好好地调伏自己的心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这样讲过 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欢喜 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应该不离开欢乐的气氛 然后不管是与任何人交往 在交往过程当中 不离开这种欢喜的前提下 而和睦相处 上师如意宝一再这样讲 那么性格不好的 人格不好的话 一个团体当中 也经常吵吵牢牢地 让大家生起痛苦 甚至坐一个船 或者乘车 一起乘车 我们从这里到二十公里的地方 我们两个一起坐车 一起坐车的话 那他可能说是 我坐在厂户旁边 不要旁着我 那你这个看我什么啊 所以有些性格不好的人 始终都是有一种不快乐的现象 就没办法 外境在他面前 外境就变成这样的 我想我们有些人看见 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当中去了 认为这个单位是非常复杂的 甚至佛教团体也是非常复杂的 而这个上师身边的人 也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他的眼睛很复杂的 然后心很复杂的 这样以后在这个面前所显现的东西 全部是一种复杂性的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是没有的 看到哦 那个人 这个人也是很坏的 这个是笨蛋 那个是坏蛋 那个是王八蛋等等 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好人 在这种人面前 快乐也是始终不会有的 真的是 有时候是这样的 听到什么样的语言 他就听不惯 然后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看不惯 然后做什么事的事情 他就想不通 所以在他整个面前的这种环境 已经变成了灰色 所以说 他已经带着这种美色眼界 那所看到的东西 全部是已经变性了 变色了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修行人 应该处于一种欢乐的过程当中 当然所谓的欢乐和快乐 可能很多人的界限 定位 也是不一定相同的 比如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以前世间的恩科斯 他在所谓的自由论典当中 是这样说的 他说 在春光明媚地造成了 在花园当中 然后嘴里面含着一只烟 背后依靠眼光照射 就几杯依靠眼光照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看守多快乐呢 他认为一边出烟 一边看守 这是世间当中最快乐的事情 而法国的文学家 巴尔扎克 他认为一边喝咖啡 一边卸作 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以前邓丽君 他不管是从小到最后的四指间 只要是在群体当中 一直唱一些这样那样的歌 觉得是最快乐的 最幸福的 我想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 只要众生快乐 我这个心里应该很舒服 很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能不能做到 可能每个人的根机 每个人的发心就不同啊 但是真正的要求 真正的需要 就是我们今天看见众生 他就过得快乐 他有点舒服 那么我心里就是快乐 今天看到任何众生 离开了痛苦 我这个心里应该欢喜 这就是我们大乘修行人的 一种随喜 或者说 自己享受佛法的美味 应该说这是最快乐的 这一点我想 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 也可能是有的 因为很多人经历过社会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实 后来感到佛法真的是对人的心里 祈祷的作用不可思议的 这样以后应该在上师面前具有 非常有加持的 这样的殊胜妙法得到以后 应该自相续当中有着快乐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这样讲过吧 他老人家说 他在晚年的时候 也虽然去了许许多多的国家 世面是非常广的 然后也受了一些 各式各样人的敬仰和爱戴 恭敬 同时也享受了一些 世间的许许多多的 也就是说 摄身显微的一些欲妙吧 但是都不如 以前在年轻时代的时候 在失去 求学那个美好的时候 当时在上师 头盖如意宝面前 每天享受佛法的甘露 这样的生活也可以说 一生所享受当中是最快乐的 上师经常回忆起那种 美好的时光的时候 自己尽不自禁地 流出眼泪 所以说我想每一个人 可能也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藏地也有这样的说法 说是人生当中最快乐 有这样一种名歌 名间的一些歌 说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 就是父母 慈悲的父母居住的时候 过着美好的童年是最快乐的 有这种说法 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是真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时候经常这样想 上师在世的时候 在上师面前听受无有无虑的 听受一些佛法的教言 应该说是最快乐的时候 如果我们同年时候 在学生时代的这种浪漫时代 应该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还是很快乐的 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应该当时尤其是我经常想 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经常在上师座上 听受一些法药的这种景象 经常浮现在自己的眼前 觉得是最快乐的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每一个人 可能对快乐的认识都有所不同的 但是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 一定要想到 只要众生快乐 我要满足 我要快乐 这一定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最好不要有很多的顾虑 担忧 伤心 没有必要的 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看得担 做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是对众生有利就可以了 我自己生病也好 或者是不顺利也好 或者是别人诽谤我 说我 就无所谓的 应该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今天别人说我 别人嫉妒我 我好伤心啊 然后就开始在自己行为上 马上出现一些变化 作为修行人 尤其是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来讲 众生肯定把我当作 一些万刷品那样 也是值得的 因为我发心的过程当中 我把自己的牲口衣 全部已经供养给众生了 那么现在众生怎么样做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应该我们这样去做 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 你就会想得开 否则遇到一些小小的事情 也是经常一直困扰在心里 始终都是晚上睡也不知道 白天做什么事情也是没有力气 逐渐逐渐这样下去 会不会圆寂也不好说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 大家发了心以后 大家都不要太执著了 太执著的话 太痛苦了 下面就是说第二个颂词 他这里说 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别人不管是在 名声上 地位上有了什么样的功德 始终都是随喜他 始终都这样随喜的话 那实际上对自己来讲 在即生当中没有任何损害 比如说有两位上师 或者有两位道友 那么别人有智慧 有财产 有地位 在那个时候 你就心里数数都生起随喜之心 啊 很高兴 现在他拥有了 如实如实的功德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的功德 对你来讲 即生当中一点损害 一丝一毫的损害 也是没有一点损害也是没有 对来世 因为发了这样的心 发了这样的利他心过后 那么来世生生世世 暂时不多恶趣 转生到人天之趣 究竟能获得圆满的正觉果 所以有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 因此我们随时都应该 想着别人的快乐 只要别人快乐的话 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当然我们说起来的时候 他都会说 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 没有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做的时候也觉得 啊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真正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平时没有修行 有一定的困难 当然你平时这样修行 那就是以前虽然你的境界不高 但后来的这种修行 力量是相当大的 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 因此也应该能做得到的 我们这里的有些人 也是可能是这样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以前读中学 在读书时代 有时候现在想起来 都是特别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的嗔恨心 嫉妒心 尤其是看到 别的一些同学 学得很好 真的要想 哎呀 害他 打他 不仅是想 而且实际行动当中 也做过很多很多的坏事 但因为后来的的确确 依靠上师的加持 接受了一些 大乘佛法的教育 虽然心的习气 根本上是不一定能 作为凡夫人来讲 不一定断除 但自己在有些嫉妒心 嗔恨心 很多烦恼的心态上面 应该说是有所转变的 我想每一个人可以享受这种法乐 那么即生也是没有损害 而且过得非常快乐 只要心里面没有嫉妒心 没有嗔恨心 他遇到什么样的 真的过得很快乐 别人给你怎么样对待 可以 无所谓的 我是发心者 始终都是心里面有 哎 我就是发菩提心的人 别人做这样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心里面没有这一点 可能经常处于一种痛苦和忧愁当中 然后这个内容反过来说 凡之阴尘苦 反过来说 别人生起了这样功德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不能随喜 反而对他生嗔恨心 生嫉妒心 生一些讨厌之心 这种心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也一定会是非常痛苦 始终都是处于一种痛苦当中 我们可以看一看得出来 有时候修行情节比较好一点 始终他的气势 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今生当中跟任何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都非常开心 很快乐的 而心里面有这种烦恼 没办法如是的嘲夫 那遇到任何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都闷闷不乐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后世也是非常的痛苦 在后世 比如说你即生当中 经常对道友 对其他的同产佛友 生嗔恨心 生嫉妒心 那这个不可能不出现古堡 一定会出现 那这种后世的痛苦 我们现在也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以前有些汉地的 有些教言当中 也是这么说的 比如说他家的福德 实际上是一种福德的因缘 我们为什么他家的福德 依靠前世的因缘而定的 为什么对他生起嫉妒心 而今生没有修行感受痛苦 为什么埋怨 有这样的教言 因此我们平时 别人有了一些福德等 不应该生起嫉妒之心 这是非常的关键 以前上师也讲过 比如说两个人 同样的一些功德 一个人如果经常对他生嫉妒心 生嗔恨心的话 实际上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 反而堕入恶趣 有这种过失 以前我们讲《格言宝藏论》的时候 也是讲过一些高僧传的公案吧 比如说汉地以前有一个 叫做道修法师 道修法师本来他的修行境界 他的智慧都很不错 眷属也是非常多的 但后来有一位叫做《会议法师》 那么《会议法师》 虽然年龄逼逃下 但是后来通过他的智慧 吸引着很多人 然后他的戒律也极为的精进 后来所有的人 全部到他的手下 之后道修法师心里面 产生极大的嫉妒之心 后来他生起恶念 想以暴力来加害他 因为这个恶心的念头 是非常可怕的 有一次他与自己的弟众 一起坐在一棵树下的时候 突然旋风吹起 然后他的身体 逐渐逐渐都变成 一个特别可怕的盲事 后来数百个其他的小舌 相应迎接到他 在草重里面去了 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 产生一共恶念的果报 也是是不可思议的 而不仅是今生当中 也是马上变成旁生 但来世的他的果报 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平时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处理 在这些过程当中 当然尽量地发起一些善心 不要产生嫉妒心和嗔恨心 尤其是在这里面 主要宣讲的嫉妒心 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心 真的有点复杂 就是凡是自己看不上的时候 可以给他超出各种各样的毛病 所以有些人 翻译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根本不会采纳的 他们完全是用自己的嫉妒心 果言不清洁而导致的 所以一般一个人的翻译 一面致死的话 我是不会接纳的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心 我们没有好好地发现 没有对治的话 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此大家一定要有了嫉妒心 不会看到别人的功德 然后有了傲慢心的话 自己的相续不会产生功德 这也是以前一些古代的 法师们的一种教言 所以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 很是要观察自己 看看别人的功德当中 能不能自己想了 如果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想了 最好不要去毁谤 也不要去摧毁别人的功德 这是应该这样来理解 下面第三个问题 叫善信自己的事 首先他这里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随顺别人 随顺别人的功德 别人的善行 这是我们尽量地 随顺他众 大家在平时为人出世 跟任何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看能不能尽量地 随顺他人 不要别人说一句 然后你定三句 别人叫你上去 然后你反过来说 哦 不能 我不能上去 我要下去 让你到东方去的话 不行不行 我要到西方去 那这样的人 不管我们讲什么样的教言 真的非常麻烦的 因此大家还是尽量地和和 随顺 这是非常重要 下面就是讲 善信自己的这种事 自己在平时修行过程当中 还是不管是说话 或者走路看众生等等 这些方面有一定的威仪 因此我们大乘修学应该就是 你入了大乘佛法以后 应该根本上要改变 就像世间的有些参军以后 他原来的很多行为 重新要改变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座的人 以前都是在世间的一些 没有进入佛门的行为 习气 言语 全部是这样的 现在进入了佛法 佛法当中也是大乘佛法 看看能不能我们的行为 应该有所改变 下面就是讲 尤其是这一个颂词 主要是讲一些言语方面的 出言当成意 因明欲相关 欲以利坦诚 柔和调适中 他这里讲了几种说话的一些特点 本来我们跟其他任何人 交往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通达语言的一些技巧 如果你没有通达语言的 这种技巧和方便方法 那平时很容易的事情 会变成特别麻烦的事了 而且孟弗仁波切也说了 人与人之间的一些 亲密和一些缘处 并不是用身体和心来制造的 而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制造的 我们打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 也是依靠语言来 它的很多关系也是语言来形成的 小子一些人与人之间的 简单的一些事情 也是语言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佛陀也是在佛经 比如说法具经当中 也专门讲语言品 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当中也讲了 比如说交往经里面 也有个语言品 这里面也讲了 许多说话的方式 尤其是《军规教言论》当中 专门讲了语言品 我希望很多人 不管你是出家人 在家人 有些说话上面 可能还要进一步地学习 当然我自己说得不好 我自己都没有 这方面的方便和技巧 但是我们也看过 学过 因此看到别人 尤其是讨别人毛病的时候 还是看出了很多 哦 这个人的语言 应该是太怎么样的过分 这里有毛病 那里有毛病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方便的时候 因为人活在这个时间当中 语言是非常关键的 跟任何人需要一种沟通 那沟通的话 语言如果他精通了语言的方便技巧 那么度化众生也好 自己修行也好 很多方面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首先 我们要知道 在整个世间当中 很多众生的思绪也是千字百态 然后它的根机和意乐 也是千差万别的 因此我们如果没有通达 说话的方便 那平时我心里面已经想了 很好的方便法 但是在说的过程当中 往往都是不得逞 经常没有办法引起施教 所以大家应该人人学习 语言的有关方法 作用 范围 内容等等 这是有一定的必要 那么下面讲有几种语言的说法 首先说出言当乘义 我们不管是跟任何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首先自己说出来的话 一定要尽量地想办法 符合对方的心意 值得信任 为什么呢 我们说什么话呢 别人如果一点信任没有 一点兴趣都应不上来 那我说半天是白说了 没有必要 因此首先最好是 你看到说对方对境的人 这个人我们对牦牛 对其他的旁生要说话 可能是了知他的根机有一定的困难 暂时不谈这个事情了 那么我们对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了解他的职业 他的根机 他的水平 他的爱好等等 一定要了解这一点 如果你没有了解 你以为大学生面前 讲一些大学的博士生面前 你讲一些小学一年级的知识 他可能不愿意听 或者说小学一年级的小孩面前 你就讲一些大学三年级的知识 他也听不懂 所以我们没办法沟通的 因此就像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当中 佛罗那尊者 他经常有这方面的特点 他不管是 跟任何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他首先知道 对方是什么身份的 如果是医生 他要说出一些医学方面的语言 如果对方是官员 他要说出这方面的语言 如果对方是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宗教人士 或者其他的一些人士 他要对 比如说农民或者工人等等 这样就会说出这方面的语言 这就是语言的一种善巧 所以我们当然这样说 也并不是为了欺骗别人 我们世间当中有一种说法 就像是矛头鹰一样 就是看见那个飞禽的时候 把自己的翅膀掀出来 然后看见蒙兽的时候 看自己的爪子掀出来 就是为了想欺骗别人 不是这种假装的行为 应该是以真实 为了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要想对别人进行交往 要知道别人的根机 所以我们首先要值得别人认可 要值得别人信赖 一定要了解别人的身份 然后对他进行交往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出言当诚意 然后移民与相关 移民相关的话 那么你与任何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 你所表达出来的语言 一定要主体悬明 中心突出 然后你说了半天 实际上到底在说什么 自己也是不清楚 别人也是搞不清楚 那这样的话 没有意义的 有时候懂说一句 有时候细说一句 有时候好像 到底在说什么道理啊 听了半天也是根本不了解 到底他在表达什么 这样也不合理的 一定要把他自己 比如说我要讲 有关布施方面的话 那关于布施方面的问题 给他讲得清清楚楚 别人也是 哦 知道 他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全部已经了解的极为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这个语言要观念 不管是从它的意义上 它的词句 语调 音调等各方面 必须要观念 否则你要讲一些佛法的意义 然后全部讲到世间的道理 然后讲世间道理的时候 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佛法讲的话 敌人也不一定能接受 所以我们说法的过程当中 也不能太离谱 妥解 这样以后 对世间也没有帮助 所以一个是语言 一定要观念分得非常清楚 然后讲《悦意力坛称》 我们说法 让别人应该生起欢喜心 就是应该用发自内心 从慈悲心 爱心当中发出来的 就像母亲对儿子 说出的语言一样 应该以对别人的关爱 亲切 很温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 这样以后 别人听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否则好像我们有些人 也许可能心里也是这样的 然后一说起来 大家都觉得很讨厌的 很刺耳的 好像在吵架 一样 骂人一样的 到底在说什么呀 一点都是不愿意听下去的 这种语言实际上 我们也是没有懂得语言的窍句 然后远离坛称 在说法过程当中 就像佛陀在《诗地经》 有关《法具经》 有关经典当中也说了 比如说讲不识语 粗语 还有妄语等等 要远离六十四种语构 六十四种语构 六十四种语构的这种话 对别人也是应该有得利益的 有些人说话 始终处于一种贪心的主体当中 围绕于贪心的主体 有些一说的话 全部是什么战争 嗔恨心 有些客人来了以后 好像心里面都是有点不舒服 刚才这个人到底说什么 一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好像他说了以后 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种恶气在弥漫 有一种心里也不舒服 房子里面也是好像有一种出气一样 这个人到底说什么 说了半天 全是是是非非的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因为人的性格 其实对语言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然后人的这种境界 对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 一般来讲 我们遇到了一个修行好的人 有信心 有智慧 有慈悲心 这样的人与他短暂的时间当中的交往 可能一辈子都是不会忘 哎 原来这个人说出这么一个 非常弯转动听的语言 而且里面的意义 也是极为丰富的 对自己 对他人 乃至自己的意义 整个众生还是有着记忆 有价值的 说出这样的 所以我们平时参加一些演讲 参加一些世间和初世间的 任何一些活动过程当中 有些人真的说完了以后 去年我们在成都 也是有几位学者一起探讨 但是有些人 真的说出来的语言 好像对大家的心力非常大 而且跟大家的触动力很强 觉得是真的 对自己民族的文化 要值得重视 尤其是我们世间当中 没有知识的人 真的非常可怜 虽然对佛教 也不一定有特别相关的联系 因为我们当时的研讨 也并不是专门是佛教的内容为主题 但是有时候对世间 有些真理方面的语言说出来了以后 始终都是心里面 有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 一直不会失去的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平时 在说话过程当中 人的性格真的 境界有很大的关系 有些修行比较好一点 真的他一般来讲 说别人的是非 几乎都是没有的 然后说一些烦恼的语言 几乎都是没有的 就像说的话 全是真理 一字一句 全部都是真理 应该是这样的 但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心里面 全部是肮脏无垢的东西 让这个引发出来的东西 肯定不会有干净的东西 所以说 课里面说出来的 全是没有价值的 甚至在自相续当中 经常产生一些烦恼 痛苦 与他接触一会儿也是一天当中 都是心里不舒服 就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在作为 我们很多人可能这样想 啊 入菩萨学论不学的可以 说话都是我应该会懂啊 我是读过大学的 我是读过什么高中 但是这种语言可能是没有的 在我们读的一些知识当中 说话 许多的发心 真的一些做人的 基本的原则 在世间的一些学问当中 绝对不会有 大乘修学人的一些行为 不要说是大乘的 包括我们《毗奈耶经》里面的一些威仪 也是现在的一些高等学校里面 根本没有的 我们对有些高等学校的一些教材 也做了一些 也算是一种研究吧 现在好像世间人们 只要看了一下 想一下 思维一下 就叫做研究 所以这个如果叫研究的话 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 但真的是世间的学问 跟我们小乘的学问之间 从价值观方面 应该也是有天壤之别 然后从小乘跟大乘的学问之间 也有一定的差别 希望大家详细地分析 下面讲的是如何调适种 那么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有一些如何的语言 其实真的有些人 有语言辩才的人 他说话 他心里所想的内容 完全都是通过非常完整 通过非常完美的语言 来表达出来的 就根本不用伤别人的心 也不用害别人的心情 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能沟通 比如说 本来要批评一个人 但是他就不用什么俗语 恶语来 不像我一样 我的话有时候真的 心里想不通 看不惯的事情 就是啪啪啪啪 马上把它说出来 不说出来的话不行的 但是语言好像通过一个方便方法来转弯 觉得心里不舒服 有这种 所以自己也发现有一些毛病 但是有些有智慧的人不是这样的 他用旁敲刺激 或者用很完整的语言来 完全说服别人 就像我们《亲友书》当中 也是说了三种语言吧 像蜂蜜一般 非常好的美语 然后像鲜花一般的诗语 真实语言的 还有一种语言 就像不经费一样的 恶语 妄语 但我们众生应该选择第一个 应该不伤害任何众生的心 然后自己所表达的问题 完全也是能道出来的 像这样的语言来说服别人 最有说服力的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说一些如何 文艺 真实的一些语言来表达 然后后面调十种 调十种 说话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话的声音也不能过高 也不能过低 速度也不能讲得太快 也不能讲得太慢 然后说话的内容 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不能太啰嗦了 讲得太多 也不能讲得太累了 那天我看到 我们有些同学好像 我不知道我自己讲得怎么样 看别人所有的过失都已经具足一样 有些人说的话太少了 好像心里面可能有想很多的话说 但是就说不出来 包括自己的家里有多少人都是 我家里 我家里 说不出来 那这种语言 好像已经四十来岁的人 连基本的一些语言 也是说不出来的话 特别可怜一样的感觉 有些好像语言一说出来 没完没了的 旁边人听起来 也特别地累啊 哎 现在还是不说了 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可以了 求求你不要说了 一直默默地都在这样想 但是一直不断地在说 也有这种情况 但有些人语言说得特别地慢 这个包括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 世间人当中也是有吧 就是有时候说话 半天当中也是吐不出一个字来 啊 我要告诉你们 哎 就有时候好像刚听起来的时候 尤其是有些老年人 还是很喜欢听的 但是长期这样听着 有时候也有一定的困难 一直听了半个小时 结果也没有讲到什么 没有学到什么 这样也有点困难 有些人讲得特别地快 前后的语句 根本念不管 以前有一位法师 他每次在辩论的时候 辩论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诸子无上 无上之果 所以我们有时候太快的话 真的前后都是联系不上 有些人说 我也说得特别快 但是我觉得 我看到一些现在世间人 比如说清华大学 还有好多教授 比我还快的特别多 但是他们不发觉到 这些可能有地位 所以觉得是不敢说吧 有时候太慢了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应该稍微快一点 可能听起来不会打瞌睡 不会生起厌烦心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探劳人家的翻译 在心里面 不管是任何教证 任何理证 就像是常常不习的河流一样 不间断地说出来 有时候教证 理智 说话非常地丰富 而且翻译的也是特别快 不管是辩论 还是互相研讨 所以可能一方面 我们也刚开始的时候 还觉得思维很敏锐地 应该要学习上师的这种语书 刚开始的时候有这种 刚开始的时候听也听不懂 但是后来听懂以后 觉得这是非常好 所以稍微可能有一种语书快 慢慢听了几堂课以后 应该可能会了解的 但总的来说 我们不能过快过满 然后也不能声音过高 有些声音 平时传法或者说话 声音特别大 那这样也没有必要 本来是两个人 坐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 随便谈一些话 但是一直大声地 好像一百公尺以外的地方 好像能听得到一样的 有些人在这样 那旁边的人 也并不是耳朵有问题的人 没有必要那么大声地说话 然后有些人说话特别低 好像成了奄奄一息的人一样 那种真的要接近死亡的人 他给后人留下衣柱一样 旁边怎么样说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怎么样听也是听不清楚的 这种情况也有 这是也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这个语言应该 按照大乘佛法的要求 跟任何人交往 不管是传法还是平时的一些沟通 应该有这方面的技巧 或者说这方面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就是讲这个 眼见有情失恶痴 嗔痴二世者 念我一语彼 乃能成佛道 我们平时看见 任何众生的时候 应该不能观众生是不好 如何如何不能观他的过患 而应该以恥心和悲心来进行 就像母亲慈爱的 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以这种姿态 看任何众生 所以我们遇到的众生 当然有些是高贵的众生 有些是比较平坚的众生 有些有地位的 有些是一般的仆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 应该以慈悲的目光来对待他 不应该露目相似 或者以嗔恨的目光来看见众生的时候 又特别讨厌的 掩饰来观他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修习大正佛法的人来讲 不管是你的亲人也好 怨敌也好 或者说人也好 动物也好 看见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 就像真的 一些大菩萨的行为 我们可能也经常看见一些 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大 他们对众生的对待 这种目光也吸引着很多很多人 所以我们经常 以眼睛来看众生的时候 也应该慈悲的目光来看待 不管是你看见小狗也好 看见一些老鼠也好 以前有喜马拉雅山的 一位瑜伽师 他看见老鼠的时候 他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 老鼠接近要动视的时候 他给老鼠说话 你小老鼠 你应该好好地起来 我就好好地想保护你 然后小老鼠也是 啊 好老喇嘛 非常感谢你 救了我的命啊 有一些对话的故事 有对话的故事 所以我们真的跟任何有生命的众生 应该也这样谈的 以前有一个美国人 他也是对小狗的对话里面说是 哎喽 小狗 你好 有一个人学得特别像 但我学得不是很像 其实我们有些人 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学佛的人 但是真正有一些 心里面有一些慈悲心 把外面的人和动物 也看作自己的好朋友 这样来对待的时候 不会有这种嗔恨心 我们平时人的一些目光 现在世间人并不是这样的 自己觉得是 自己上面的人 好像对他的这种看法 对他的目光完全是另一套 觉得以后不用求他的 那种人 他有另一种颜色 另一种看待 所以我们平时人与人交往的 过程当中有地位 有钱财的人 别人也是看他 啊 你好啊 你怎么样啊 我今后对你怎么联系啊 对他特别的热情 然后好像自己觉得 以后不用靠他 以后不用求他的话 那另一种对待 另一种对待 其实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 因为你自己没有自己的事情 所以所有的众生 都是应该看待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这样呢 他这里也已经讲了 我自己心里面这样想 从自己心里面这样连接到 因为依靠这些众生 从我最开头的发心一直到乃至佛果 全部是依靠这些众生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发无上菩提心 但是没有众生是不可能的 我开始发心的时候 我想愿天下无边的 一切众生要度化 要让他们安置于佛果 所以众生是不离开的 然后中间我六度万行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众生不能离开的 布施 持戒 安忍 精进 禅定 智慧等 留波罗蜜多的话 都不能离开众生的 首先我布施呢 不管是法布施 财布施 无为布施 都需要众生的 持戒也是依靠众生 而受持清净的戒律 这个也应该清楚的 安忍 也没有众生的危害 对谁修安忍 也没办法 没有众生 不可能的 然后我们修精进的话 要度化众生而精进 不是为自己而精进的 尤其是大乘修学生 然后安住禅定的话 远离一切外面的这种溃恼 自己的心应该安住 在利益众生的境界当中 这也是需要众生 然后智慧的话 在生意当中 一切都实施 远离一切吸力 但是在世修触定的时候 应该如何利益众生 要了解取舍方法 所以依靠智慧来辨别 利益众生最究竟的方便方法 也不离众生的 因此六度也需要众生 没有众生的话 那么六度当中的一度也不能完成 然而世事当然不用说了 也需要众生 四无量心也需要众生 因此整个我们在学习 三十七道品的过程当中 都不能离开众生 最后到了佛果的时候 也是得到圆满的佛果以后 它的主要事业就是 以二十七种事业来 让众生安置于道和果 所以人云自成的二十七种事业 也不能离开众生 这样以后 我们前面和后面 也是已经讲过 众生和佛完全是相同的 尤其是自己在 生起菩提心方面 圆满佛道方面 都没有任何差别 前面我们也已经 学习过这方面的道理 当然从实相的角度来讲 《六咒谈经》里面也说了 凡佛即是佛 烦恼即菩提 从这个观点的角度来讲 思想当中众生就是佛 没有什么分开的 但是在我们现象上来讲 一定要从凡佛提到佛提之间 有一定的过程 所以是不能离开众生的 因此在佛陀 也是在佛经 在《舍迹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 趋入佛道者 应与诸众生 平等是父母 意思就是说 我们趋入佛道的这些人 对所有的众生 就像自己的父母那样 来平等对待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那就是不合理的 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 若见一切众生是 因发父母兄弟相 如果见到我们众生的时候 应该心里面发起一个 这些众生就是我的父母 我是兄弟 这样来宽带 这样来对待 当然这个宽带 并不是口头上这样说 也并不是从外表上这样 啊 你就是我的父母 你就是佛陀 不应该这样 内心当中把众生和佛 应该一样来对待 所以恭敬佛陀 灭示众生 哪有成菩提的道理 没有的 因此我们看见任何众生的时候 以后就看看 看见不管是互相道友 或者是居士 在家人 什么样的都可以 凡是看见众生的时候 不是表面上打个招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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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翻身过去 开始说他的坏话 不是这样的 应该从内心当中 把它看似称佛的助缘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一种方便法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一种方便 我们修行的一种方便 我们修行的父母要给予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